另外在雲林早上也沒有什麼風雨 正文台的農民怕貴姿場會去風雨線 當時是冠軍百貼到國中 只要在市場也有農民用大桌和 香蕉手百貨條 想說可以把牲食鑽到最多 一個一個月刮在國中 這個月刮過一個月就能修行 但現在碰上洪台來食 到來可能冠軍用鐵仔將國中 董條的 有人就說 文台結果後 秋季燃料比較長 還會去風吹豪泊 一旦回去 辛康禁止的文台就沒辦法修行 會折斷 那重量現在其實已經接近採收的時候 那果實重量其實已經很重了 如果颱風風或雨過大的時候 其實這樣搖下來可能數字就斷掉了 一個早就沒用過天還有金鳥龍 去到推行鑽子 將一層一層的金鳥五手百貨條勞告 似同金鳥五龍就說 這個禁止三分半的金鳥 還有兩個月就能收 最怕就是強風中金鳥蒸 會煩惱完全沒有收入 我香蕉 斷掉 這顆就沒有用了啊 會損失很大啊 現在我的香蕉都在 在拋出來了 在拋金鳥 他都跟金鳥龍表示 文章跟金鳥都是一年一收的農作物 農民一年的收入只有一次 那因為風災造成孫食 一年辛苦的生活都會白費掉 才會賺到強烈風台還沒來進行 提早來風範 希望將孫食更加上級 記得幫忙兒子嗎 謝謝